在上集节目我们才讲到 马英九虽然在中山林 喊出了中华民国和总统等等关键词 但是亲共媒体和政客们可别高兴得太早 因为在没有中共官员的地方喊个口号 可不代表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了 那我们话才刚说完 马先生立刻就给了大家新的惊喜 这个张院长的领导之下 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 使得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展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好 马英九在3月30号到武汉三关 抗击新冠疫情的专题陈列馆 他竟然语出惊人的说 中共对疫情的防控做到好的控制 不会大幅向外扩展 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那此话一出 立刻引发了海外人民的批评 嘲讽马先生是活在不同的多重宇宙里 好 请大家消消气 大家其实可能误会了 马先生说这段话其实是用心良苦 大家知道 马先生以前是读过四书五经的 所以他知道要顺天应人 要天人合一 所以他讲中共抗击疫情 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其实是为了对应这两天的天象 什么天象呢? 四月一号 语人节 对不对? 而且呢 马先生本来是没有安排 这个参观展览的行程 是临时插进去的 那他在接受中国记者访问的时候 也透露了一点谜底 为什么后来又会加上这个参观行程? 为了给你们一个惊喜 有没有 马先生说 他是故意要给大家一个惊喜的 所以他特意在这一天加个行程 来对中共的防疫工程唱赞歌 目的是为四月一号语人节来暖场 那看得懂了吧 实在是用心良苦 不过很抱歉 我实在编不下去了 只能帮马先生洗地洗到这里 其实马先生说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但最后却变成了一场惊吓 为什么呢? 因为马先生讲的 跟海外人民看见的根本就是两回事 马先生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平行时空一样 没有看见中国疫情的可怕 也没有看见中共犯下的种种错误与暴行 那我们就举几个重要的错误来讲 第一 中共隐瞒疫情 谎报了疫情资讯 导致中国民众误判了局势 没能做好防疫准备 中共在2019年秋天就已经知道病毒在武汉传播了 但是一直默不吭声 直到年底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后 才开始承认有不明原因的肺炎 然后官方一开始还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 结果导致大批的武汉民众疏于防疫 最后染上病毒 那这场疫情到底让中国死了多少百姓呢? 至今还是个谜 第二 中共延迟通报示威 导致了国际社会误判了防疫准备 最后酿成全球大流行病 第三 中共在疫情爆发初期 没有实施任何的旅行限制跟风控 放任病毒跟着中国人民飞往世界各地传播 那说的尖锐一点 中共这种明知病毒而不管控的举措 其实跟向全世界放毒没有两样 是对全球社会发起一场病毒朝鲜战 结果造成全球至少超过6.7亿人染疫 超过688万人死亡 那这个数字还是严重低估过的数据 因为中共给出的数据非常低 非常不合理 是被高度隐匿的 所以实际的疫情伤亡人数肯定是远高于这些数字 第四 中共严重谎暴伤亡人数 却急忙宣称胜利向人民邀功 中国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到现在仍是个大谜团 在武汉疫情的前三个月 官方宣称武汉死亡人数是2500多人 然而武汉的七家殡仪馆 每天都向家属发放500多个骨灰盒 那一天就超过3500个了 一个月就超过10万个 那说明官方数据根本造假 而根据美国专家的推算 武汉的实际死亡人数 至少是官方宣称的10倍以上 但是官方却一直只承认4000多人死亡 还急着在当年的9月就召开了抗击疫情表彰大会 宣称党带领人民取得了防疫攻坚战的胜利 吹捧党跟习主席真的了不起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吃血馒头 一党功成万古枯 最后中共打压李文亮医生 以及其他的吹哨者想要掩盖疫情 那后来东窗事发之后 又拼命地把病毒甩锅到好几个国家 然后还阻挡国际专家进入武汉来调查疫情的起源 那这就是死地无毒300两 隔壁武汉所没外泄 好 中共在疫情期间犯下了这么多错误 那这只是举了几个例子 那么马先生都没察觉吗 是马先生家里网络断了三年吗 还是马先生天天只看央视新华社跟人民日报呢 所以说马先生这次对中共大唱赞歌 确实是带给中共党媒惊喜了 但带给国民党却是惊吓与惊慌 因为这会激起台湾人民的不满 会冲击国民党的总统和立委选情 特别是在前一天 朱立伦主席还特别帮马先生讲话 要大家不要对马先生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马前主席隔天就回送了这么一个大礼包 来给朱主席跟国民党 那这叫国民党是情何以堪 所以我也不得不认真地想了一下 马先生这次出访中国的根本目的 是不是为了要帮国民党以外的政党来助选呢 在四年前的总统大选是共产党的习主席亲自助选 他下令镇压香港激发了台湾人民全力反共 催出了民进党817万的胜选票数 缔造了台湾历史记录 那今年习主席学乖了 不吭声 但是却冒出了马前主席到中国去访问 来激励台湾的民兴士气 因此如果明年总统大选真的还是民进党连任的话 那么马先生也算是功不可没了 我们知道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 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要跟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在加州来会面 但是中共国台办也发出了警告 说他们坚决反对 必将采取措施来坚决回击 那刚好今天有记者来问我这件事 问说国台办既然这样恐吓了 那去年佩洛西访台之后 要发生过环岛军演 那这次蔡英文跟麦卡锡还会见面吗 那我先说麦蔡会为什么重要呢 麦卡锡是众议院议长 是美国总统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就排在副总统的后面 所以身份相当的特殊 所以蔡英文跟麦卡锡见面 等于是会见美国立法权的一把手 再加上美国行政权的第三把手 那重要性是非常伟一般 而且蔡英文也将成为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位总统在任内 而且是在一年之内 就会见两位众议院议长 那更重要的是 去年访台的佩洛西是民主党 而麦卡锡是共和党 他们相继会见蔡英文 那这也象征了从美国政府 美国两党到美国的民意 都对台湾的自由民主 表达高度的支持与声援 同时也对中共威胁台湾 表达高度的反对与警告 因此中共的恐吓是完全不意外的了 毕竟他们知道 卖菜会的政治效应很不一般 而且去年他们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毫无作为 引发大批小粉红的不满和批评 所以后来赶紧发动了一场环岛军演 来补救党的形象 所以如果卖菜会真的登场了 那可以预计 中共一定会做出 某种程度的军事挑衅来回应 但是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大内宣 用来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激情 不过中共恐怕是阻挡不了卖菜会了 因为堂堂的国会议长 怎么可以被外国势力所支配或者恐吓呢 他是美国民意的最高代表 他当然不会对共产党和境外势力来屈服 而且中共才刚刚煽动洪杜拉斯 跟台湾断交 那么美方势必要在国际舞台上 力挺台湾一把 来回应中共的外交战 当成双边的动态平衡 所以我认为卖菜会是势在必行了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